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八分鐘均不再延長 上午十點四十五分已經截止發言登記了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位林德福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 檢秘書長是不是請那個檢秘書長 來 請秘書長 謝謝 林委員好 那檢秘書長我請教你 我想今天這個促轉條例 在行政院下面設一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剛剛有同仁說 它是一個爭議的委員會 並不是正義的委員會 那負責調查歷史的真相 這個並推動其他相關的這些立法 那請問行政院要怎麼查出 威權統治的時候 以後 威權統治以後 三任總統都查不出來的 這些歷史的事實 因為如果縱然他在行政院下面設委員會的話 他也只有行政的調查事務調查權 其中涉及到司法調查權的部分 不宜也不宜放在這個調查委員會裡面 應該放這些司法調查權 應該回歸到司法調查的範疇 那我請教你 那個前民主長 這些歷史的事實你認為 有什麼辦法客觀公正的呈現給國人 很不容易啦 很不容易啦 不容易啦 不容易齁 對 民主長 最後還是司法調查 那我請教你 如果歷史的事實 勸缺證據 證據啊 難以還原 那又沒有辦法來確定真相 那請問 促轉條例是不是應該要 授權促轉會 只憑啊 破碎的證據 憑世代傳聞啊 來做定論 你的看法咧 你根本就找不到很多事實的事證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 現在如果 台灣這幾年來 已經轉型為很固定的民主化的社會啦 如果還有 沒有查出來的 的確是不容易查的 那可以用傳聞來定論嗎 那當然不可以 對啊 那如果促轉會的委員比 科學形式偵查還要神 那能找出其他人找不出來的證據 那要是這樣的話 那我請教你 劉邦有血案事件 是不是老早就偵破了 是不是老早就偵破了 這些委員那麼神嗎 你有什麼想法 司法 如果司法的調查 司法的偵查 沒有辦法完成的 當然 連科學證據都找不出來哦 用行政調查當然就比較困難了 對不對 那個民主長 劉邦有事件 連科學證據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辦法偵破 那那些人那麼神 他有辦法去 把這些歷史破碎的這些資料 憑傳聞 就可以把它找出證據來定 按照民進黨版本的促轉條例 第三條 所說的威權統治時期 最久到現在為止有70年了 最近的距離也才21年 那請問 促轉會如果找出威權統治時期 所做的不法行為 以結果要怎麼樣公道還給被害人 要怎麼樣公道還給被害人 如果有事實的證據 當然那一段時間的物證 事證還在 當然還是可以去查 有的已經70年了 最近的是21年 所以他的難度 他有他的難度沒有錯 對不對 假設民事時效 刑事追訴 還有機會適用 那促轉會要怎麼樣協助這些 受迫害的家屬 怎麼去協助 過去如果 我是覺得因為幾十年來 台灣逐漸已經轉型了 對於過去有一些的不正不義的那些事情 在現行的法律規定都已經有相關的規範 有些也許還不足的地方 應該透過修法 或者是制定法律 或者是強化法律的規定 來達成就可以了 那個 秘書長 我請教你齁 促轉條例 草案的第一條 第二項後段提到說 本條例未規範定則 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 那請問 按照促轉會的組織編制 要怎麼樣維護民事資料保全 形式證券不遭破壞 進而能夠提供 適用其他相關的法律 這些就要透過 我剛剛提到就是一般的行政調查 的確有困難 對不對 那草案第十四條規定可由促轉會 進行各種的行政調查 你認為會不會發生和刑事偵查相違背的一個結果 會不會 所以我們今天的報告裡面第三點有提到這裡面涉及到 司法權的這個部分應該由司法院來做說明 你會不會認為這個委員會將來要是真的 在強制表決過後成立的話 會不會變成一個太上皇的委員會 如果這個委員會成立的話 他也不應該是一個包山包海的一個委員會 但是目前現階段看來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捐查 幾乎都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我看司法院監察院可以廢掉算了 那檢調單位也由他們來查 因為他們很神嘛 這個委員會太神了嘛 太上皇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為什麼早上說 這個就像東廠 這個就像什麼 警種互辟 不是沒有道理的啊 對不對 民主黨 促轉條例第十六條規定 促轉會進行行政調查時 被調查者的配合義務 也明白表示 但書條款 但是 但書條款所提的 這個證明義務啊 這個舉證責任應該由 由誰來負擔 詳細的條文我還沒有讀到那麼清楚 因為他裡面 這個促轉條例裡面 很多 那如果配合調查 將導致本身有受刑制處罰 或行政處罰之餘 可以規避促轉會的行政調查 請問 由促轉會來判定 還是 受調查人的 自行提出 這個裡面齁我認為齁 問題重重欸 那個 那民主黨 這裡面整個條文看起來 大概有一些是屬於行政調查 有一些是司法調查的部分 那個民主黨 促轉條例第16條第17條 所提到的被調查者的配合義務 相關單位在促轉會進行行政調查時的協助義務 那請問 促轉會對這個有關機關的義務旅行 有什麼的趨速力 16條17條 這裡面後面好像定有法則 定有法則 那如果跨院要要求配合調查 你認為要怎麼去落實 因為這個涵蓋很廣啊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而且他是一個 等於是 剛剛 我們那個 柯總召啊 那個大總召 他說這個是一個任務編組 喔 那然後把這些人 這個等於是他認為說該處理的該要求的 全部處理完以後 這個任務編組就解散了 你認為這樣 這樣 適當嗎 從這個條文看起來他應該是屬於 他要設獨立機關啊 不是一般所講的 那獨立機關 不是一般所講的任務編組 獨立機關 只是這個 這個獨立機關成立之後 他有一定的期限 大概兩年的期限 將來可以繼續延長 我看這個條文 那你就是設獨立機關在組織改造裡面 對不對 組織再造裡面 他獨立機關在行政院下面 也只各三個機關而已啊 對不對 那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啊 公平會啊 還有那個我們選委會啊 這三個是獨立機關 其他就不能再設了啊 這個有沒有抵觸 抵觸到憲法 他是這樣子啦 他本身 目前 是只有三個獨立機關 他法律條文裡面有說 要排除啦 這個規定 但是因為要排除 所以我們這裡面 我在報告的事項裡面講的 第一點 因為要排除這些法律嘛 那你認為這樣是嗎 我們才提到說 不符憲法徵修條文 第三條的一職嘛 因為憲法徵修條文 我們所要的就是 有關於機關的職權設立程序 跟總言而 以法 得以法律為準則性規定 那麼 已經 現在我們已經訂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金法 他就是 不符憑修條文 有關 有關 有關